捏面人起源于汉代的面素记忆,传承着丰富的文化内涵,成为捏面人20年的陈婉君,原本一开始是兼职做面粉娃娃,10年前才正式全职投入这个行业,自2021年的虎年开始,陈婉君都会配合新年,设计出限量版的生肖面粉娃娃和黏土娃娃,今年的龙年娃娃,难度更高,这就带大家一去去看看颜色鲜艳又可爱的面粉公仔吧。 一捏一揉一搓,面粉团在捏面人陈婉君的手里不再是食材,而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,他凭着精湛的手艺塑造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。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华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,没有想到这种面粉的东西,就是面粉这么普通的也可以做出那么惊艳的,就是很鲜艳的公仔。 陈婉君指出,相较于老虎和兔子,龙的面粉娃娃和黏土娃娃的难度都不小,从神韵、体态、毛发、眼神等各个细节都必须顾及,事前的准备工作和制作过程也更耗时。 黄金龙啊,这个是特别的,这个是为这一次龙年做的特别大的一个大龙,然后还有舞狮,舞狮也是新年期间啊,都会时常见得到的也是一个吉祥物。 所以我们的舞狮也会做一系列不同的颜色,不同的造型。 在塑造了龙娃娃后,陈婉君还会搭配新年的装饰,如春莲、金元宝、金钱袋等等, 令整体的呈现更具新年气息,送给亲友也非常大方得体。